這場比賽 王偉翰對上陳志晃 63.5公斤精量級 陳志晃其實也算是蠻有名的選手 他自己好像是傳舞出身 但是他就是很硬 之前有打那個鐵龍果 那個叫什麼 龍中之王 其實他有一些動作好像 對 就是這個架勢 泳村的 那其實也沒有想像中好好打 就是現在好像有些人 其實就是有一點看不起傳舞 可是我覺得其實能打就是能打 就是跟你學哪一種武術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想說陳志晃是不是改過名字 欸 是嗎 沒有啦 我開玩笑 之前我印象中他的比賽 他的這個身形 他的身分 其實他身體動作是非常靈活 我在想說他是不是真的很會晃 所以他就叫自己陳志旺 不是開玩笑啦 就是開玩笑啦 就是當時開玩笑 不過他的實力真的是蠻不錯的 之前傍晚在播一些他的一些 閃打的比賽 或者是一些泰拳的比賽 傳舞的架式 其實他們這種的距離 我覺得會特別難抓 唉唷 他剛剛那個拳就很漂亮 對對對 這種角度一般來說 唉唷 這個掃腳 所以你看 一般的 一般的 訓練上的選手 不會有這種出手角度 對 就是他的會特別刁鑽 就是你 平常遇不到的感覺 他節奏跟一般我們練 就是泰拳提拳的那種就會不一樣 喔 超人拳 喔 他剛剛 喔 這個算是要試圖 這個 破防 是嗎 試圖催眠 催眠對手 就真的很厲害 就是 就是 看到幾個出拳的角度 喔 其實 很刁鑽 就是你也不知道怎麼防 喔 你看力量 喔 你看力量 喔 你看力量 力量又有 然後經驗也有 然後出拳的那個 這一拳 對喔 這個超帥的 而且我後來就是 其實我自己有試過要掃腳 沒有那麼容易耶 對方沒那麼容易倒 那個時機要 時間要抓得很準 很厲害 經驗很豐富 對方選手是有 之前是有被打到嗎 這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現在 應該不是現在 應該是之前 看起來有一點時間 練武術都很常 富商上陣 有喔 這個衝這一波有喔 欸 有 有有有 看這邊矛起來打 對 第一回合吃太多悶虧了 也有可能是他在試探 就是有時候你不確定 對手要怎麼打的時候 第一回合就先死 這一拳 喔喔 欸 喔 nice 很流暢耶 協調很好 協調好重要 對 喔喔喔 喔喔 我覺得他這一回合有比較拉環 對不對 他比較有在攻擊之後 其他也就比較沒有空間做出那種 傳舞的架式去放 就比較正 欸 右手 喔 厲害 對 實際要掌握好 另外力量也要夠強 真的 那掃腳他 位置可能就要比較低一點 嗯 跟一般這種鞭腿去打 對方大腿不一樣 對 喔 拳 有喔 欸 其實我覺得他看起來 有一點笑對的影子耶 不知道 你有覺得嗎 有一點像剛剛惠池的那種 拳拳拳拳拳 然後加一個鞭腿這樣 他們沒有 比較沒有在西裝 好 快 二十秒 三十秒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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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